刺客新的奥德赛在steam deck上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毕竟有amd专属优化还有steam deck的定制系统 国产掌机这边最近发布了两款新的掌机 但我也不会放弃去年买这个奖机的小伙伴 优化过后国产掌机跑的也不比这个steam deck差 时候让我们来看看如何做到的 先是和steam deck一样设置这个高画质 这边是720p百分百渲染 用一样的画质来跑一下 高画质下其实差不太多 但是最主要区别还是放电瓦数比较高 steam deck是26瓦 这边都要跑到35瓦的一个房间 毕竟这个游戏有amd的专属优化 肯定是跑不过steam deck的能耗比的 最后是我比较推荐的一个设置 还是720p百分百渲染 然后只把材质调整中 其他都是默认的低就可以了 然后是我的一个优化思路 这边是用这个rtss锁30帧 因为游戏内的锁证有点问题 接着用这个amd的锐化滤镜来开启锐化 amd的显卡默认带着功能 我们就找一个替代品 然后瓦数上线建议是28瓦 同时开启优化系统的自定锁平等 这有一系列优化之后 可以看到这边帧数是比较稳定的 基本是稳定个30帧左右 然后不管城市内还是起码打斗 这边都比较稳定 这个体验已经很接近于ps4级别了 只不过画质是720p的 唯一遗憾的就是这个能耗比 实在是没有办法超越这个steam deck 其他游戏有时候可以跑得比steam deck更好一点 但这个毕竟是amd的专属优化游戏 实在是跑不过 这次优化主要贵贡于这个intel的1631核显驱动的能耗比提升 优化软件的话也蛮优化系统都有带 你也可以自己下载手动优化包自己折腾 首先是瓦数建议 瓦数建议不要低于这个28瓦 电池档位的话极限性能也可以 但是我个人比较推荐于这个自定锁平等 可以稍微接点电 增加画质的amd滤镜还是比较建议开启的 能大幅的提升一个游戏的观感 使用的话要在进程中找到游戏的真正运行程序 不要添加启动包 还有锁针也是可以大幅提升这个流畅性的 这边用RTSS锁针 也是添加游戏的真正运行程序 在右边添加这个数字变成30 就可以锁针可以大幅的减少游戏帧率波动了 让显卡80%的负荷是比较合理的一个状态 不要让它一直100% 这也算英特尔独有的一个需要优化的地方 几乎所有的英特尔都会有一个满负荷之后容易掉圈的问题 有什么疑问 欢迎加群一起讨论啊 野蛮优化系统是针对所有款产掌机的 不会搞什么饭圈啊 所有掌机都能刷 欢迎一起加群讨论 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